欢迎收看幸福按个赞 我是昌邦 矫正机关除了执行收容人的刑期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 因此提供艺文创作和作业继续的学习 未来能够成为谋生之路 因此法务部矫正署就在11月8号到11号 一连四天举办成果展授会 向我们和社会大众来做分享 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分享 首先是法务部矫正署署长黄俊棠 黄署长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矫正署署长黄俊棠 欢迎署长 第二位欢迎的是高雄监狱典狱长 王文彼 王典狱长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高雄监狱典狱典狱长黄文彼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首先我们就请署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子一个一文创作 以及作业继续的成果展 有哪些内容 在我们在摄影棚里面看到的 可以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的 我想我们在一文记信展会把所有51个矫正机关的 他们在里面的不管是在技能训练或是一般的洗衣等等 我们里面都有很多项目的包括目前在我们摄影棚里面 这一些都是其实都是我们所有人自己透过老师的教导 他们像我这旁边这个是漆器 这个漆器其实这个都生漆这个蛮有价值的 还有这个蓝染 这个大概是客家文化的 客家文化 以及皮革等等 还有这个文昌笔 还有这个美农的我们在地美农的紫衫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比较传统记忆的保存在我们坚守里面 其实他做得相当好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包括食品的 其实还有很多现在展示 当天展示的时候有很多是包含食品的 尤其我们很夯的一个是 这个是一个一个酱油 酱油 评冬金的酱油 还有最近一项秘密武器 万丹的一个红豆腻 红豆腻 最近要追出这个可以保存很久的 保存它可以冷冻的回去再重新烘过以后 这个很好 这个应该是我们矫正署也有申请专利 申请专利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等等 其实我们矫正署的一些食品 它是从不加任何其他添加物 非常的一个自然的食品 所符合一些食品卫生的法规 好 那请署长再帮我们深入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要让收容人来从事这些的艺文创作 一些生产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意义要传达给大家的 我想这个最主要 我们让我们受刑人 来执行当中 他其实 其实我相信他们也是很不得已 也很不想进来 进来里面以后 我们希望给他能够 学习各项记忆 能够学习各项记忆 就像我们矫正署 它本身 我们矫正署有四大功能 是 监禁 沉淀 蜕变 互归 那么监禁 其实我们过去老一辈人都包青天看太多了 都好像矫正署都把人关起来就好 其实不是 我们是一个很标准的特殊教育的场所 对 是一个教育的场所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执行整个国家的公平正义以外 我们还要能够去关怀我们的受众人 所以我们要让他能够去沉淀 蜕变 富贵 那么要怎么去让他沉淀 我们靠各种宗教力量 还有靠我们的教会师的教化辅导 还有心理师的智商等等这些 那么我们让他先沉淀下来以后 然后再提供他一些协助 就是让他学习技能信念 这个让他改变 让他改变 让他改变以后 他能够蜕变他对未来有希望 那么将来要顺利要复归 就会比较顺畅 所以后头就是沉淀 蜕变 复归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矫正机关的主要功能 让他能够好好的去学习 所以我们在间内 我们就有很多的记性的一个科目 让他们去学习 那么一方面 其实这个他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透过我们这一些展示跟展示 也可以让他们的作品 让他们能够提供给社会科学了解 他们在里面的用心 那么也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收入 也可以再回馈给家属 所以这个都很好的 很好的事情 所以在技能性的方面 其实我们在矫正署来讲 一直在这个方面 开了很多的层面 属于我们社会上 非常热门 非常需求 在我们矫正单位 他们也都是 不管食品 或是手工艺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个 当中也可以获得学习的机会 将来也可以回去有一个陌生的机会 那么也可以在矫正机关来讲 也可以节省国家的公堂 这个种种都是相当好的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其实我们在我们矫正 我刚才在强调 我们矫正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场所 所以我实际上教导我们同仁 跟我们同仁转职 我们必须要有宗教家的情怀 宗教家的情怀 不代表以前是前威那种做法 而是要有宗教家 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有教无类 虽然他有犯错了 但是希望他能够改 我们也要有教育家的态度 就是有教无类 因为每一个人来 我都要把他能够协助他们 要怎么去改回向上 然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到社会 顺利的回归到社会 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祥和跟安全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主要 在里面技能信念 还有要让他们能够在里面沉淀等等 还有我们最后的一个目的 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全跟祥和 最后能够富贵到社会 甚至把他的一些记忆 变成他未来的谋生之路 对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署长来举个例子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 受刑人在经过学习之后 这些课程的学习 他可以未来出入到社会之后 开一家店可以贩售这些 他曾经做过的这些技能 好的 我想这个我本身 其实我在民国101年 现在有一个更生人叫朱国富 他是一个做沙发的 现在是沙发的老师 现在在国内很有名 国内很有名 这个我照顾他比照顾我小孩还厉害 怎么说 他从一出间以后到处没工作 有一天我碰到他 那么我说朱国富你现在干嘛 他们也是只在画画 但画画又没有收入 但是画给一个代书 把他转到大陆去 但是从头到尾都还没有 后来我问他 你如果跟他们有没有合约 说没有 好没有 回过头来 那么我后来给他做一个 更生辅导的计划 要求我们的调查员 去做一个计划 然后协助他 然后后来现在做得很好 现在你要订他的话很难订 变得很抢手 现在一个到年底大概都做不完 所以他后来在台东 其实他有一次也是我透过媒体给他散播 让一个机会给他出来自己现场去施作 施作以后整个媒体打 把他的知名度打开了 现在我们矫正机关也有很多机构 再请他回来当老师 把这个记忆再传承下去 然后在社区他也在教 另外他自己也有开工作房 原来在我们矫正机关 沙发一户大概是三千多块 但是现在出去以后 他一户至少两万块起跳 翻了好几倍 所以他一个月做个四户五户 他有个生活结构 收入就有了 这样他等于他更生户归就很成功了 所以这个是我后来又衔接给更生保护会 所以这个是我辅导当中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做杀化的 那针对这个矫正署的一些矫正教化的部分 署里面有特别提出的几个方针 像是这个现代化 人本化以及科技化 还有专业化这四大的一个策略 可不可以请署长来帮我们一一来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 首先是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形式政策 是怎么样进来进行的 好了这个就是因为矫正署 我在106年有用一个矫正白皮书 那么我从源头从司法开始到矫正到我们未来 我都把它规划得很完整 所以我们从源头 刚刚我是讲到前面是司法 司法就是四个字就结束了 公益跟关怀 公平正义的公益 意气的益 公益跟关怀 司法如果是只有执行社会公平正义 那太冷冰了 太冷冰冰了 所以他必须要有关怀 有比较有人情味 对 那到我们矫正我就刚刚讲的 监禁 沉淀 蜕变 互归 这四个 监禁他是我们消极的 执行他的一个把他激进 控制他的行为 对 然后沉淀 蜕变 互归是积极的 就教育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这是一个特殊教育的场所 那么未来我们的这个四个目标 他的策略就是从现代化 现代化形式政策 我们不能一直没守成规 好像一直都固守在这个围墙里面 所以我们每年包括我们政策 我们也在做邪术论坛 像我们的毒品科技 科学实证毒品化主义模式 我们今年就有市场的一个邪术论坛 所以我们在整个一定要赶得上 这个世界的潮流跟我们现在 我们必须要 民主国家一定要走 走到前端来 所以这比较是现代化这个部分 那针对这个人本教会的教育的部分 行民书长来谈一下 人本的这个更贴切地气的 因为我们监狱里面 在矫正机关里面管的是人 不是一般的行政业务 不是一般的行政 人跟人 你一切措施都以人为本 比如说生活空间 他必须要哪些环境设施等等 都是以人为出来 包括如果身心障碍等等 我们有无障碍空间 包括一个通风设施 然后你对他这个人 你到底要怎么去协助他 用从人的观点 生活环境还有教育等等 他需要什么 我们才提供这一些来协助他 这样以人为本 也着重人前 那么对他的未来 对他的将来出去以后 他终究在矫正机关时间 不是很长 这段时间我们要让他怎么去 改悔向上 所以各种出发点都要以人作为中心 是 原则他还是一个人 虽然可能叫做犯人 或说有错的人 但是他到了监狱之后 其实要进行一个悔改 所以他一些人权的部分 可能都还是要照顾到 我们一般讲就是 穿着求护的国民 是 人权还是该保障还是要保障 是 所以这是人本教悔的教育 另外在他的居住的环境 其实矫正署也非常重视 有科技化收容环境 这个部分怎么来看 这个七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矫正署一直在处在人力不足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国来讲 其实我们人力 人家在日本大概1比5左右 有的单位是1比1 就是我们的管教人力跟收容的 比如说我现在收容的有6万2千6 我必须要职员就要6万2千6的职员 这个才 1对1这样 1对1才是正确的 那最多最多大概1比3 所以我们现在是达到1比10 等于我一个人要负责10个 但是负责10个不只是这样而已 你必须要晚上 我们同时有一个借户的话 要负责到400位 有的单位比较多大概是600 所以等24小时都要有人做借户 然后我们的教化人力很不足 一个人要负责到差不多180左右 我们的心理师一个人要负责到100 1比300 所以我们的人力很不足 所以我们必须需要人力的这个七块 我们还是用人力 比如说心理智商 这个你在怎么机器 怎么那个智慧型 那个怎么要来替代 没有办法取代 但是需要人力的 这个你就要怎么去取代 就是用科技 科技我们一些输列的 输列的可以用科技的来做 所以我们现在在矫正机关 我们在购买物品等等 我们也会有一些用科技的来处理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有的家属很高兴 我们现在有的在家里可以手机接件 用手机来接件 行动载机 就是在家里跟我们A定时间 然后用手机设定好 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受刑人在一间 受刑人在手机接件 用比较科技的方式 用视讯的方式来做接件 我们对整个我们安全设施 因为现在科技都很发达 在人脸辨识方面等等 它自然都可以包括我们的安全监控 包括我们的消防设施等等 将来当然我们更进一步 将来在矫正机关可能也会用 AI智慧的人工机器人来替代 巡逻等等 或是说用这个一个无人机来做巡逻 也有可能啦 这个是慢慢我们目前已经在规划了 前端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 这个是智慧科技的 从明年开始我们就是智慧建议 对 智慧建议里面包括采购物品 包括它的接件 包括它的各项安全管控 这个可以节省我们人力 要不然我们现在一比十的人力 根本就人家讲我们是一个血汗的工厂 我自己也承认 真的是血汗工厂 所以要做一些改变 预证的方面的一些改变 跟上比较现代化的方式 科技化的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专业化的部分 就是专业化的矫正处域 这个部分请从来说 所以这个都是牵涉到矫正机关 大家要认为 它是把人关起来就好 不是 人关起来有什么用 人关起来出去还是一样 你要让它怎么去改变 要让它怎么去改变 所以专业化就是我们各项厨艺 包括我们将来的老年人 将来我们在建议里面 老年人一大堆 有高龄的受伤 高龄的会一大堆 因为我们刑期越来越长 有的一般来讲 他可能老年在犯罪 里面进来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要有专业化 像比如说我们高龄的 将来他的各项厨艺 他的生活空间 还有他的辅助器材 还有心理师的智商 因为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 他会很孤独 会有一种对家庭的一个疏离感 会对社会一种不信任感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做的 所以要走专业化 包括我们现在毒品 毒品的各项处义借银的 这个也就是很专业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两年 我会增加 差不多到明年会增加 199位的心理跟社工事 这个就是要做专业 我们这个一个交易场所 就是要有专业 就像医生开刀一样 你开刀完医师 他就专业 你如果只有把它 只负责管理 已经不符合整个 现代社会的一个形式政策 的一个思考模式 所以你应该用专业来协助他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强调以人为本 用专业化的来协助他 能够顺利回归到社会 这就是我们矫正署 在最近推出的四大策略 包括现代化的形式政策 人本化的教育 以及科技化的收容环境 还有专业化的矫正处域 希望在这一次的展示会里面 都能够一一来做一些呈现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商品展示 特别有一个精神标语 叫做高强传心意 AI展心油 这个是相当特别的一个标题 可不可以请署长来帮我们诠释一下 这样一个精神标语 这个标语应该是我下的吧 是 很有智慧的标语 因为这个刚好是 我们目前整个角正署在印作 就是等于它是一个高强传心意 我们必须要 其实我们现在东西 其实叫创新 你没有文创 它根本就是出去就是一样东西而已 所以现在文创才可以卖得到钱 是 我们所有人我们也教他 会在这里面做 也是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矫正机关 其实我们也有一部分 它是属于像我刚刚讲 刚刚讲的那个沙画 其实它也可以客制化 很少人在做 可以客制化 可以客制化 你要求什么样的图案 甚至是自己的画像都有可能用 对你像我在台北建议当典议长的时候 你要到沙画班进去看 第一个一定要先跟我敬礼 因为他们会把我的那个沙画的一个客制化的摆在门口 他们来宾看起来 这个不是你吗 就是我啊 所以那个是可以客制化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高墙里面它传信 我们原来都是有一些 比较像这个民俗记忆的这个 我们保存得很好 我们在云林建议它还有在 还有彰化建议还有布袋系 哇 这都是传统的记忆 这个都是传统的记忆 都把它保存得很棒 然后我们也希望它能够 除了保存以外能够创新 现在创新的很多 包括我们彰化建议那个胡瓜 胡啊 就用镂空的雕刻 它这个就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 在从创新 甚至还有这个外圈跟里面 里面还有一个小活路 是 文创才能够卖到钱 那我们教我们说的也是一样 要让它能够懂得 出去以后要懂得行销嘛 所以这个也是 刚刚我跟主持人报告的就是我们那个 行动载机的一个手机视讯 现在就是用科技的来结合 我们现在的整个矫正的A5 这样对未来来讲也是 我们也可以节省精力 也可以在各方面都能够提升 是 我们今天越是越来越科技化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说 还有哪些的一些文创的部分呢 或者说一些收容的一些手艺 像是有这个花灯 还有最近我们有一些LINE的贴图等等的 可不可以请点狱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就是我们都知道 对于所有人来讲 艺术对他们的性情是可以讨冶的 我们一般人也都是一样 在监狱里面我们更是教化歌更是推动了这个艺术方面 不管书画等等一些才艺等等的来推动 那其中的就有一项是花灯 花灯 就是元宵节的时候台北花灯或者说高雄的花灯 都有些我们监狱收容人的作品 都有 从85年开始到今年应该已经算23个年头 在这23个在这23个年头里面 原先我们参加的是社会组或者大专组 但是每一次所有的奖品都是我们得奖 都是我们矫正署的矫正机关得奖 因为做得太好了 他们外面的要进一项两项都很困难 所以后来这个观光局每一次每年的元宵节 一定会邀请我们这个矫正机关的去参加 但是他已经不让我们参加大专组 也不让我们参加社会组 叫我们独立成一组 因为每次都得第一 和人家都没有进去来参加了 所以各自一组这样子 是的 然后你们就几个矫正机关 自己来做一些评比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每一次矫正机关 对这个花灯 各机关也都相当的竞争 从比赛以来 几乎所有的灯王 灯王 都是我们矫正机关 厉害厉害 他们可以用100万只的牙签 做出10只的老虎 而且又都是猴灵猴腺 而且又是动态的 又把那一只牙签把它黏起来串起来 对 而且那个形状还要看得出来 可以用出它 要硬盒一样 像那个机器 你会看出它 第一个它们的才艺 第二个看出它们的用心 用心 它们真的是沉淀了 它们真的是用心了 今年因为在屏东几半也相当的成功 也是受到大家的瞩目 相当的成功之外 日本的青森寺 它看到有这么好的花灯 它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送一座给它们 让它们做增长 送它们增长 而这一座刚好就是屏东建议的 所以它们在这个碎鬼祭的时候 用出来表演 获得到非常地好评 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它们又联系 希望说 看看我们花灯的一个状况 发现彰化建议里面 有两座花灯 它们非常地喜欢 也是不错 所以青森寺希望商借这两座的花灯 又借了这两座花灯 当然我们不会商借它们 我们会送给它们 为什么 你从这边送到日本又送回来 我看比那个还贵 那如果说当天的展收会 如果都卖完的话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可以买得到这些东西 可不可以先点一下来说明一下 基本上花灯是没有在卖 借那个机会展示出来给我们的民众 乡亲他们可以去欣赏到这么样子的一个武光实色 而且又多是前自动的 如果在现场它东西都卖完 其实我们现场他们都 每一个摊位他们都有台湾配 都有台湾配 都还有一些订购单 可以现场去订购在我们的 或在我们矫正署的一个网络商城 网络商城 其实可以在那个电脑里面去点显都可以 是 好那在节目最后可以请署长再帮我们提点一下 这样一个矫正商品的一些展收会 时间地点然后在哪里怎么样来购买 好的 那个这个就在11月8号开始 我们矫正署就有联系四天在我们热情的一个高雄 在博厄特7这里来展示 我们也希望在高雄地方这人文会脆的地方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到高雄的热情 也能够让我们所有人的一些技能 技术的产品都能够在这里展示 也希望社会各界给我们多多的去肯定 那么我更盼望也更呼吁社会各界 对我们矫正机构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协助让我们在这里 把我们的所有心力奉献出来 把我们所有人能够彻彻底底的 让他们去改为向上成为一个良民 能够回归到社会达成我们矫正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能够让社会更祥和 更安全 是 非常谢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矫正机关特别推出一个吉祥物 叫做幸福狗 那么在片尾的时候可以看到幸福狗可爱的模样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按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看